卡卡交往小11岁模特,没到令人窒息,前妻,再难遇到这样男人说到足球,最前想到的就是巴西,巴西的足球是世界公认的强,而一讲到巴西的球员,我首先就能想到卡卡,他可以说是巴西足球运动的代表,曾经卡卡率领AC米兰获得欧洲冠军,他还借此机会获得当年的欧洲金球奖和FISA世界足球先胜, 也因为他强大的进攻能力,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足盘,最为杰出的进攻行球员之一,之前还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,他的实力可见一般,抛开实力不说,就在前段时间,他被爆料卡卡找了一个25岁名模作女友,两人初双入队,还很是亲密,这让球迷们议论纷纷,卡卡从小就热爱足球, 甚至报名加入当地的俱乐部,几年后还参加俱乐部的比赛,并且因为他在球场上的优秀表现,被评为那一年的巴西联赛最佳球员,他的表现被莱奥纳多看在眼里,还帮助他加入AC米兰,刚进AC米兰的卡卡因其出色表现,让他快速上任球队的主力, 他的强大实力让AC米兰的进攻节奏加快了不少,他也因此成为AC米兰的主要进攻手,在AC米兰的第一年,卡卡靠着在赛场上的优异表现,就评为联赛最佳球员和最佳外援,之后的卡卡一发不可收拾, 越来越强,2007年是卡卡的巅峰,帮助AC米兰拿到第七个联赛冠军,第二年他是球队的头号射手,不过他在厉害,队友不给力也没办法,AC米兰非常遗憾,得失去联赛冠军赛资格,不过他们在第二年还是重整旗鼓,在之后取得很好的成绩,并拿到欧冠参赛资格,之后卡卡因为受伤,实力大不如前, 只能退出AC米兰,随后他又先后加入皇家马德里,奥兰多城,直至去年退役,卡卡虽然退役了,但是大家还是对他的情感生活很在意,不过在他退役的前两年就与妻子卡罗林离婚了,可能是婚姻的问题,卡卡随后在球场上的表现不如从前,卡罗林在巴西是很有名气美女,她还是第奥的代言人,为人也很不错, 不过可能在结婚后,卡卡总是参加球赛很少回家,卡罗林难以忍受,两人常年分开最终提出了离婚,让人唏嘘不已,不过离婚后的卡罗林说过,卡卡是很好的男人,以后怕是遇不到这样的人了,如今已经快40的卡卡魅力依旧不小, 离婚的她很快就吸引了比她小11岁的名模卡罗林那,现在两人的感情很好,生活也很甜蜜,还收到了以前球迷们的祝福,希望他们的生活能更加美满。